一天一张跟Pastor Lily一起读创世纪 爱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37章 约瑟被卖到埃及 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 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对应本章的最后一节36节 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 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 将雅各家从迦南地迁移到埃及地 是神的作为 为要应验上帝给亚伯拉罕的预言 在15章13节说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纳地的人 纳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 指的就是埃及地 第二节说雅各的寄略如下 又是创世纪当中的分段标记 标志着从此开始进入雅各后代的故事了 二到十一节 约瑟被卖的原因 首先约瑟17岁 少不更是常常给哥哥们打小报告 然后雅各还偏爱约瑟 招致了哥哥们因度生恨 然后约瑟一再的做梦 就代表着哥哥们甚至父母都要向他跪拜 致使哥哥们越发恨他 第十一节说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 但是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一直到约瑟后来成为埃及宰相 来接雅各下埃及的时候 雅各才知道约瑟做的梦实现了 45章27节说雅各的心就苏醒了 那12到36节就是约瑟被卖的过程 雅各一家住在西伯伦 距离事件大概有120公里 哥哥们去事件放牧 这一走肯定就是好多天 那雅各因为学习事件成的事 担心儿子们的安危 就派约瑟去看看他们是否平安 一向精明的雅各却忽视了 儿子们对约瑟的记恨会 致使他们动了杀心 约瑟到了世界没找着人 经过牧羊人的指引 又去了多滩在那里找到他们 那么18节说他们同谋商议要杀死他 20节说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所以哥哥们并不知道 约瑟的梦是上帝的启示 他们呢想要杀了约瑟来看 那个让他们全家都向约瑟跪拜的梦 到底怎么实现 刘便呢他之所以拦阻弟兄们 杀害约瑟因为他是长子 他要对弟兄们的安危向父亲负责 所以20到21节重复的说 刘便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那么刘便建议把他丢在坑里 迦南地有雨季汉季两季 所以人们挖坑在雨季的时候储存雨水 好在汉季的时候使用 那24节说他们把它丢在坑里 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 约瑟就恰好被扔在一个没有水的水坑 那么这个时候刚好又有一个商队 经过要去到埃及 善良的犹大就提议把约瑟卖给商队 27节说我们不可以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 那么28节呢 他们就把约瑟这个商队 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31到34节 这些的弟兄们就制造了一个 约瑟被野兽撕咬吞吃的假象 来骗过雅各 我们想一想 17岁的约瑟被亲兄弟卖给人 对约瑟来讲是多大的一个创伤 但这是神的作为 上帝就是借着约瑟的幼稚 哥哥们的嫉妒 雅各的粗心 然后也借着牧羊人的指引 借着流变的责任 犹大的善良 又借着那个恰巧干涸的水坑 和刚好经过的商队 等等等等 目的就是为了把约瑟要带到埃及去 那么上帝自己会安慰 那个受伤的约瑟 去建造那一位不成熟的约瑟 直到把他建造成为一位成熟的领袖 正如到45章第五节 当约瑟做了宰相 安慰那些曾经出卖他的哥哥们说 这是神差我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所以上帝借着约瑟把以色列家都带到埃及 成就上帝自己的预言 给大家一个灵修的亮光 你有看见上帝那一双看不见的恩手 在实现他的计划吗 我们如果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生命 有他的目的和计划 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各种的坎坷 那么你此时正在经历什么呢 求主开你的眼睛 让你看见上帝美善的计划 愿主借着他的话赐福给您